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床垫可是个消耗品啊 别想歪了 因为他们的床垫有一部分不是给人准备的 2015年7月 一架在伊拉克执行完任务返航的V22鱼印 突然发现它的三个起落架都放不下来了 在空中盘旋了许久 想尽了一切办法 做尽了一切尝试之后 起落架还是卡在里面出不来 于是飞行员和地面的机组成员都知道 他们不得不使用最后一个绝招了 它就是床垫破架 简单说就是把失去起落架的余印 落在跌了几层高具有良好缓冲的床垫上 尽最大可能的减少损伤 还好他们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 虽然每次都只是做个样子 在对齐之后从不真的降下去 估计也是要考虑到减少床垫的战损吧 但做了训练还是有好处的 这次的被迫真降在有近无险中成功了 这样我立马想到另一款神机也有类似的神操作 2014年的6月份 一架放不下前起落架的海妖 也成功的降在了八单号两栖攻击舰上的软垫子上 这是当时拍下来的画面 看着也是相当的紧张刺激 所以看起来床垫它真是个好东西 定期进行床垫破架的训练也十分必要 不然跳下来的时候没有对准就尴尬了 1942年2月19日 美国驱逐舰奥班农号下水 尽管跟同一时期别的巡洋舰战略舰比起来 它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由于火力强悍 在冲锋陷阵上依然毫不逊色 正是这一时期在太平洋上一个岛屿接一个岛屿的 艰难的赶走日本的美国海军所急需的 编入21驱逐舰中队的奥班农号 也的确不负众望用英勇的表现 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总统杰出单位奖 但是他绝对想不到 让自己轻史留名的居然是一场土豆大战 1943年4月5日清晨 刚刚执行完炮击所罗门群道上的日军基地的任务之后 奥班农号正在跟舰队一起返回补给 但突然不管是哪一个都是有价值的目标 于是奥班农号的舰长马上就下令咱前去会一会他 等开进了 大家发现这果然是一艘附在海面上的日本潜艇 而且似乎他完全就没有察觉到有人接近他 等再开进点他们搞明白了 原来潜艇甲板上的日本水手都在打多尔南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猎杀机会 舰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加速朝他冲过去 直接撞成他 是的 凭借着吨位上的其他优势 奥班农号几乎可以安安无恙的 从这艘日本潜艇的顶上撵过 于是开足马力后 把身子扭了过来 他俩现在肩并着肩 变成齐头并劲了 日本水手也终于醒了 恍惚之下惊恐万分 但是马上也就想起来他们该干什么 去操纵甲板炮 美国人这边也急了 怎么能让他先开炮呢 我必须要先开啊 但是距离太近 高高在场的奥班农号的舰炮 是根本打不到潜艇的 怎么办 其中深智的船员做了一件 几乎每个把子弹打光的人 都会做的事情 那就是把空枪扔向对方 砸不到你 我至少还可以干扰到你吧 扔一边拉开跟你之间的距离 等到舰炮可以瞄准了 就不人土豆改人炮弹了 日本人还来不及下潜跑掉 就直接被一枚炮弹 击穿了舰桥 开始沉了下去 奥班农也是一点机会不给人家 马上追过去补了几枚深水炸弹 才最终满意的走掉 为此又给自己赢得了一块 缅银州土豆种植者协会 瑞士是著名的中立国 连二战被轴心国和同盟国 完全围在了欧洲的中央 也保持了中立 我以前会觉得 耶 这挺好的 只要宣布个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 可事实证明 那是太傻 太天真了 瑞士的中立 或者说是所有的中立 都是靠肌肉给换回来的 有一个关于瑞士的传说是这么讲的 一战前夕 德皇威廉二世访问瑞士 他被安排观摩了一场瑞士军队的演习 然后还被告知 像这么优秀的军人 咱们可是有50万的后备 德皇一听 哟哟 50万不少 但我也不能怂 于是就不威胁地问道 那我如果派100万人来进攻瑞士 你们的这些后备军人会怎么做呢 瑞士将军很淡定地回答道 他们会开两枪然后回家 可不是吗 50万乘以2就是直接把你派过来的100万人给放倒了 瑞士将军的回答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吹牛 因为按照德国的标准 有超过一半的瑞士人都可以算作是神枪手 而瑞士也的确就是人均神枪手最多的国家了 而实际在历史上瑞士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 甚至还常常被其他的欧洲国家雇佣来为他们打仗 所以中立可并不是把两手一弹这么简单 再说回二战 瑞士人其实是用了三招特别瑞士的方式才保持了中立的 第一招叫做埋炸弹 我不是说好要中立吗 那我不往外扔炸弹 往自己家里扔炸弹 总没问题吧 万一你德国和意大利不尊重我们的约定要月线进来的话 我至少可以让你们进来的痛苦一点也缓慢一点 在分析了自己与外界所有的交界点之后 他们把一切可能被用来入侵的通道全都埋上了炸弹 不管是道路桥梁隧道还是山口 做好准备 一旦发现有别的国家的军队踏入 就按下按钮切断这些通道 阻断他们入侵的步伐 为自己退入山区争取时间 瑞士人在这方面做的有多彻底呢 你看这些道路中央的正方形盖板 他们就是安装炸药的小门了 这座桥连接瑞士和德国 建于2006年 由两国共同布设 但在另一边施工的德国人绝对想不到 当大桥合拢通车时 瑞士那边已经在里面装满了炸药了 真的很瑞士有没有 再看第二招 既然要退 那就要有退的地方嘛 瑞士有大片的山区 而瑞士人又恰恰特别善于专动 两者一结合呢 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数不清的堡垒 掩体和隧道了 而且里面物资充足功能齐全 武装到位 一旦战争开始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了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古仓吧 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堡垒 里面是隐藏了炸药补给和一帮随时准备战斗的人 这样的伪装 在瑞士山区随处可见 谁吃了豹子坛 敢不知量力的往里面床呢 好 最后来看第三招 既然中立了 那咱就跟大家愉快的做生意呗 管它是同盟国还是轴信国 管它是活泡还是黄金 只要有钱就挣嘛 实际上 这正是瑞士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了 因为它不仅通过贸易 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还凭借自己中立国的身份 帮助他们储存了大量 从侵占地搜刮过来的 金银财宝和艺术品 十足的发了一笔难看的战争财 当然 站在瑞士人的角度呢 这件事还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只不过是做了 他们认为 最能够避免战争 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 能有什么错呢 于是 他们保持了中立 不是通过握手握来的中立 而是用威胁和防御换来的中立 正如那句谚语说的 为了保持和平 你必须要拥有挡炮 SR7可以用25000米的飞行高度和3马赫 也就是超过3000公里的时速 拍下地面分辨率 达到了15厘米的照片 因此它可以大大方方的在白天 光线最好的时候 跑到人家头顶上去兜一圈 连导弹都是不放在眼里面的 不过呢 时间往前推啊 二战式的侦察机呢 可就没有这么潇洒了 为了隐藏自己 他们必须要出点奇招才行啊 比方说 夜间出动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掩护下 跑过去偷拍 怎么一片漆黑了呀 对了 那会儿呢 还没有夜十一 红外摄影也还没有进入使用阶段 你大晚上跑过去用胶卷拍照 自然就是这个结果了 所以该怎么办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全书 今天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二战中的侦察机是如何在夜间侦察敌情的 他们可以用这个了 闪光灯 没有想到吧 竟然这么直接 闪完就跑 非常欠揍的感觉啊 但其实想要在数千米的空中 把地面给闪亮呢 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 为此啊 1939年 时任美国空军造像实验室主管的 乔治戈达德上校呢 转程跑了一趟麻省理工学院 因为他听说在平闪设备领域 享有声誉的哈洛德·埃杰顿博士手上呢 可能会有他想要的东西 果不其然啊 博士和他的团队在军方的要求下 最终拿出了一台史无前例的闪光灯啊 FT17 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照片中中间的这个金属照呢 是闪光灯的反光照 工作人员正在把一盏长达76厘米 内部盘绕着仙气灯管的闪光灯本体 装入其中 右前方的圆柱体呢 是照相机和镜头 而工作人员左手负责的 则是一个重约227公斤的大电容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容呢 因为该闪光灯的工作电压 高达4000伏啊 于是这套最强夜间照相系统便组成了 从1941年的4月开始测试 到了1944年的洛曼底登陆前夕 已经可以正式发挥作用了 你看这张照片 是凌晨1点半的卡昂交叉路口 相当清晰啊 可以为制定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信息了 好了 除此以外 就没有别的拍夜景的手段了吗 当然有的啊 那就是人照明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看到光明 没有光明怎么办呢 那就自己炸出光明来嘛 这张照片展示了 在1944年的一次夜间任务前 一名英国飞行员 正在将照明弹装入 文式轰炸机的弹舱当中 它们会被设置成 在头弹高度的大约三分之二起爆 释放出5亿烛光的亮度 烛光亮度是一个 曾经用于衡量发光强度的单位 不过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但这个并不是太重要 我们只需要知道 5亿烛光是非常非常亮的就行了 然后 照明弹起爆之后 会自动触发飞机上的一个 由光电管控制的相机快门 大约曝光一百分之一秒之后 关闭过片再拍摄下一张 在照明弹燃烧的六分之一秒内 可以这样一口气连拍四到五张照片 运气好的话 总有一张是可以用的 但这里 实际的把握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了 要是头下的照明弹起爆的过早了 它离地面还太远 就无法起到有效的照明效果 而要是起爆的晚了 它就会进入到照相机的视野当中 不仅盖住下面的画面 还会形成一圈碍式的光运 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每次任务之前 都要进行专门的设置 是个很专业的技术 夜里面曝光实在是太难了 对了 这一伞对方不也反应过来了吗 怎么办呢 改进跑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